The only time goodbye is painful as when you know you'll never say hello again 最令人傷感的道別就是你知道不會跟對方再有見面的機會 今天就會講一下香港恐怖歷史南華早報 然後我會講一下河南水災香港的明星在內地的捐款 引申到李美鳳用他的香吻來籌款 再跟大家重溫一下他生命中兩位重要的男人 大家會在YouTube頻道SmartTravel每晚我為大家奉上一杯果汁 既juicy又有營養 A million a kiss the faster the heartbed Are you ready? 1987年這位香港小姐 她當時大義是雍正 幽淑貞 因為我曾經有一集說過她和黃晶 如果你們是新進來的 沒聽過那集的話 你們自己找回說一下幽淑貞去參加港姐的時候 因為被她的朋友出賣 關於下爬那件事 但我今晚是在專注說李美鳳 她在1987年拿到亞軍輸了給這個所謂大家歸壽 其實她的傳媒說是大家歸壽 其實我現在看回大媽 但以前不是用大媽這個字 唯有叫大家歸壽 很乖 圓碌碌的樣子 當時李美鳳 屈居亞軍 我亦都說了 很多時如果電視台要捧那個人拍劇 或者捧紅她做電視台的傘子 通常不讓她的冠軍 一年去參加國際城市 誰會幫她賺錢拍攝 趕快給她第二名 不用出去跟人比賽 然後晚禁拍劇 拍到爛為止 不是說她在西蘭 不是說拍到她在西蘭 然後給她第二名 亦都贏了一個最上鏡的小姐 她發現攝影機對著她的時候 她的眼睛還閃得過閃光燈 所以就實至名歸 拿你的最上鏡的小姐 第二名的小姐 已經失敗了 1987年選了出來 1988年 很快就已經被人發掘了 邀請她拍電影 叫精裝女仔第二集 當時這個繪席人口 因為有香港出色的女演員黃韻詩 李美鳳說她跟兩位 李美鳳 現在去Youtube看也有的 超級好笑的 然後她就叫李美鳳 你現在只是扮你自己冠軍 參加這個講者 那段片你們有沒有看 笑到我很好笑的 然後黃韻詩就說讓我來辦給你看 那段片非常之好 超級經典 李美鳳當時只是一個狹串的形式 也不是做什麼主角 但是同期 因為邱淑貞跟她同期 之後被人陷害 這個邱淑貞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不是上次說了 黃禎一早就看中她 但是當時邱淑貞就是男朋友 但是她之後 這個叮噹碼頭 她也被人邀請她拍這個賭神2 不是掩著牌 就是找一口含著牌 含著牌而已 不是含著別的東西 那些不能播出的 那時候她還沒決定拍這個三級 但是她如果在別的地方 含著別的東西我不清楚 因為那些應該不拍得出來的 自己彈施火那些 慢彈 然後這句邱淑貞 當時為什麼除了被人陷害之外 很多人將她和李美鳳給 因為李美鳳人家在加拿大名牌大學 邱淑貞的學歷是一般 應該是中學這樣掛 因為當時港者也有傳統說過 很多冠軍或者她們的名次 都是有一點 就算不是家底也好 都是要高學歷的 因為很多國際賽事給她參加 好了 1987年 得了獎之後就入了娛樂圈 然後原來主演過很多 都不少的電視劇 既有成吉思汗 精裝俗女仔續集 電視台有爛 喂 這... excuse me 我喝一瓶水 喂 就有這個畫中先 這些片我全部都不記得 還有女記者 天羅地網 暴風漢子 身碧血劍 身碧血劍已經是名著 但是你說 喂 狂野生死戀 全部去接那些電視劇 我不知道是有經理人幫她接什麼 還是她自己接 照計呢 如果你真是 好彩 或者你自己選擇 劇本 劇本 全部說出名字都不知道什麼水 上了都不知道的 1987年 就是由這個電視圈 很快就轉到大銀幕 拍電影 就是找真銀 好了 當時她選了出來 就算她在選的時候 都厭光四射 她有一個標誌 就是李美鳳頭 我記得 她... 怎麼說 那時候有很多人都說 哇 電過李美鳳頭 就是這樣 成為這個電視界的經典 是吧 在90年 說一點 因為待會我會說她和林文聰 但是其實呢 她在87年 選完出來 88年 就是進軍這個電影 但是呢 去到90年代 在93年 就是她 因為90年和林文聰在一起 但是呢 她們秘密了 好幾年 而這個林文聰 也是幫她作曲 有一首首本名曲 叫做 《熱愛 can't let you go》 是吧 跟著呢 就是當時 寫樂評的人 竟然是用四個字 令人目定口呆 哈哈哈哈 令人目定口呆 我做功課 我做功課呢 她呢 連她當時 出這一個唱片的時候 寫樂評的人 都寫到體無懸敷 大家來聽聽 她就說她本身 是非常之靚的 她的頭髮 李美鳳的頭髮 就是一個icon 是iconic 她差不多是一個sex symbol 在80年代尾到90年代的 李美鳳都是一個sex symbol 她的樣子不是cheap 總之是sexy 但又不cheap 所以是很難得的 在香港的電視史上 或者電影上 但是呢 她好死不死呢 就不知道誰幫她做這個形象設計呢 我應該出來辨師吧 哈哈哈哈 她這首的首本名曲是 熱愛can let it go 然後她就有人設計 幫她改了短頭髮 有一點點男生的頭 你的賣點就是你夠豐數 無緣無故剪短頭髮做什麼 好了 這個一樣東西 頭髮型很重要 已經沒有那個sex symbol 另外就是 她的Iconic 不見了 她的強項不是跳舞 但是當時那首歌 Can let it go 就是一首跳舞歌 Can let it go go Can let it go 那首歌 大哥真是拿你命三千 哈哈哈哈 雖然我剛才特地 如果我看這些資料 我記得那兩句歌詞 然後我忘記了MV 所以我就上網看 嘩大哥不行啊 這個呢 她跳舞的方面不是她的強項 而且唱功也是非常之一般的 也不能說什麼實力派 所以這首歌非常出事 因為我會說她和林敏聰之間 但是如果你說林敏聰一首幫他設計這個 去闖樂壇的話 我有些懷疑林敏聰當時可能追求她的時候 其實我應該稍後再說 因為我稍後想大發表她們之間的男女感情 那樣東西 現在先說唱歌那樣東西 她演繹呢 當時寫歌評這一個人 她說她演繹得太過over了 而且她的舞姿或者表情 是跳到令人反眼 對啦 即是 roll your eyes 即是眼把向上的那一隻 偏偏 另外這支TVB 將她的MV大特寫 我不知道是不是 喂 這些是不是叫做高潮眼 哈哈哈哈 她說她 她找她的大特寫說她跳到反眼 跳到反眼 意思是她一路跳的時候 她的眼把向上 你明白嗎 三八眼四八眼那一隻 她的眼球是看上天花板 你怎麼可能跳舞 當然是看著觀眾看著鏡頭 鏡頭不會在天花板 那為什麼要看著天花板來跳舞呢 跳到反眼 即是高潮眼 這樣不行的 當時拍攝MV的導演 應該都出來鞭屍 這樣害她 因為這些MV 流芳八世 這樣就是一世污名 死在這幫人手上 這樣畫面也是完全欠缺美感 充滿喜劇的效果 可惜她嫁得快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俠傳一下周星朝的電影 也可能有些名堂 可能秋香也要走到一邊 那個拱利 當年也有很多人截圖 截圖 幫她設計一些很搞笑的對白 後果也是不堪切想的 憑著熱愛Kent Lachiggo 李美鳳 在香港樂壇 刻上一個樂印 而在樂迷的心目中 留下一個永不磨滅的印象 這個就是她闖樂壇的時候 留出來別人給她的comment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